尤其是黄晓明和杨颖婚礼的时候,那可以说成大半个娱乐圈的大外明星,都到场庆祝,或者送上了祝福,如今的黄晓明和杨颖也是没让网友们失望,他们恩爱是可以看得到的,还有了自己的小孩,黄晓明和杨颖的事业也是做得不错的。 然而有网友却调侃地说道,黄晓明和杨颖是国得很幸福,不知黄晓明前任能过得如何呢?黄晓明前任李斐儿应该是大家所熟悉的女星吧?李斐儿和黄晓明当年分手后,并没有投入新的感情中,而是在娱乐圈继续打拼。 当然了李斐儿至今也没有被爆出有男友,也许李斐儿也想做个事业型女星吧,等有合适的人出现在谈恋爱,必定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,需要开始新的一段就要准备了。 黄晓明还有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就是和秦岚的那段感情,秦岚好在一点的就是和黄晓明分手后,并没有一直单着,还经历了一段感情,可惜的是后来还是没能走到一起, 而选择了分手,让人想想,秦岚长相也不错啊,在娱乐圈也有着很不错的人品和演技,怎么就到如今也单着呢? 还有就是黄晓明另一个前任刘丽琪,关于黄晓明和刘丽琪的感情也是在黄晓明结婚后,才被一些媒体挖掘出来的。 当然了刘丽琪至今也是没有结婚,依然是单身女星,只不过名气在娱乐圈不大,很少有媒体报道,有时候想想, 其实每个人经历的感情生活也许不一样,当然了导致结果也不一样,有些是在失败的感情后依然相信爱情,有些而是担心太多,学习下黄晓明在经历了三段失败的感情后,依然相信爱情和杨颖在一起过着幸福生活,我们应该